对于给孩子取名,很多家长都是很看重的,但也有不看重的,比如姓芝的家长,他就给孩子取名之父宝,姓白的父母,取名叫白富美,还有姓王的家长,更是脑洞大开,让人非常惊讶,取名叫王者荣耀,还有比较自恋的,有一个姓高的家长,他就给孩子取名叫高都帅,让人哭笑不得。 隔壁邻居静下,生了一个儿子,两夫妻想孩子的名字和别人不同,不要聪明,又想要一个简单一点的,不好记的,生王也差了很多,要不就感觉很复杂,不好记,要不就是感觉很普通,要不就是感觉没心意,最后,不知道他们俩啥想的,给孩子取名叫夏克,这个名字有点奇怪,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 但就是不会崇明,有点个性,是单名,也好记,于是就确定了这个名字,上了户头本,平时孩子在家,大家都叫他下课,好叫,顺口,但孩子上小学后,就有点不对劲了。 有一天,树学老师提了一个问题,叫人来回答,这个老师他没有人主动回答,就开始点名了,突然叫了一句下课,然后全班人就离开桌子,往教室外面走,以为下课了。 哈哈,老师看到这情景,好诧异,原来下课和下课是谐音,搞乌龙了,老师赶紧叫大家回来。 有了这次经历后,老师在课上都不敢叫他回答问题了,以后就叫小夏同学。 下课他自己也不好意思的,因为上初中,高中,大学都有这样的经历,所以家长给孩子取名,要多考虑几个方面。 多想想以后,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喜好,而给孩子取了一个搞笑的名字。 你身边有搞笑的名字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